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等元素 徐徐实实 如真一幻 在工作室晒出的拍摄花絮中 186厘米的龚骏穿着黑色中长款大衣 颖住打理精致的发型凹住造型 黑白大片呈现出非一般的质感 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但看了成片 网友却发现效果差强人意 成片中龚骏的发型大变 原本板正的发型左边忽然撬起一堆乱毛 像是发型师遗漏了 又像是龚骏睡醒后乱乱的头发 再配上这身颇具睡衣质地的穿搭 整体风格十分怪异 到了封面中 龚骏的发型忽然又有了变化 变成了两边上扬的脚脚 颇有肿牛魔王的感觉 龚骏和另一个AI版的自己凑在一起 画面充满了科技感 网友吐槽像外星人 除了发型被诟病 龚骏的穿搭同样备受吐槽 龚骏穿着蓝色的羽绒服 身上披着红色的沙落在地上 明明简简单单穿着就很帅气 就被打造得这么繁琐 远不如本人出彩 龚骏这次杂志的造型自然引来网友不满 网友吐槽不好看 全靠脸撑住把一个大帅哥硬生生拍成了外星人 我能说龚骏还是距离好看吗 这发型真的不可啊 的确 龚骏这次的发型确实是一大尝试 有人说像猫人 有人说像牛魔王 这也是他此次杂志的争议点之一 还有人觉得龚骏花絮里的表情有些油腻 在花絮中 龚骏穿着无袖毛衣握在地上 用邪魅的眼神对住镜头 还不忘笔画了一个姿势 让网友直呼太油腻 相对而言 网友还是更喜欢龚骏在剧中的版型 依稀轻衣如漠然 一举一动间潇洒偏仙 清冷而不失惊艳 无独有偶 除了龚骏是出新造型 关小彤也晒出了杂志新造型 但他同样难逃网友的吐槽 关小彤和龚骏一样都是高挑纤细的身材 但造型的争议从未消停 此前屡次因为红毯造型被吐槽的关小彤 这次登上时尚Cosmo杂志封面再度被嘲讽 关小彤这次顶住一头黑长直 对脸拍露出精致的五官 原本是无可厚非的造型 但蓝色亮片眼影却让网友直呼太出戏 充斥住一股廉价感 之后关小彤又换了发型 熬了新造型更让网友直呼离谱 第一个发型是高扎马尾 黑色西装搭配红色套装 关小彤蜷缩住身子坐在凳子上 马尾发扬 眼神锐利 功气十足 第二个造型同样是飞扬的马尾 袖子上的白色毛毛也十分强劲 对此 网友的评价也很犀利 直言企图没有时尚感 造型像是十几年前的发廊广告 充斥住浓郁的年代感 工俊身高186厘米 关小彤身高172厘米 两人的外形都是圈内工人出众 却绿绿在时尚圈碰壁 实在令人唏嘘 不过时尚本就没有定义 充满无限可能 他们能够敢于尝试辨识一大进步 期待两人今后能有更好的表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